语言是千变万化的 每个人都可以用我们的母语 想出无数个句子 而且我们从小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几乎是早在我们会使用句子 进行交流时就会了 这怎么可能呢 在1950年代初期 诺姆·乔姆斯基提出了一种 基于观察结果的理论 其这种多变性 似乎要归功于语法 其实我们并不熟悉某个句子 只要我们熟悉其语法结构 就能明白它的意思 它指出 有些语法规则适用于所有语言 而且那些规则是与生俱来的 人类大脑天生就会根据这些规则 处理语言 它把这种功能称为普遍语法 这一概念随机引发了一系列相关探索 并在未来几十年里塑造了 语言学领域和新兴的认知科学领域 乔姆斯基和其他研究员们 探究了普遍语法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 是否有一些语言规则 是适用于所有语言的 其次 这些规则是否是大脑与生俱来的 在尝试建立通用语法规则的过程中 乔姆斯基开发了一种分析工具 也就是所谓的生成语法 它代表在层次语法数上一个句子中的词序 以显示哪些结构可行 根据语法数 我们就可以提出一条语法规则 那就是副词一定出现在动词短语中 但有了更多数据后 很快就能清楚地了解到 副词也会出现在动词短语之外 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一个主要问题 每种语言都需要获得大量的数据 才能为那种语言建立语法规则 甚至早于我们可以开始判断 所有语言拥有的共同规则 当乔姆斯基提出普遍语法的概念时 取读语言还缺少记录在案的样本 以至于无法使用生成语法来分析它们 就算有很多数据 描绘出语言结构的过程也相当复杂 在经过了长达50年的认真分析之后 我们仍然难以完全理解英语规则 在搜集和分析了更多的语言数据后 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语言差异越来越明显 从而对存在通用语法规则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In the 1980s 乔姆斯基修改了他的理论 试图将这些多样性纳入思考 根据他对规则和参数的假设 所有的语言都具有某种共同的语法规则 但在它们的参数或者应用上有所差异 比如说 一个原则是 所有的句子必须要有主语 但是是否需要明确与主语有关的参数 就会因语言而异 对规则和参数的假设 仍然无法解答哪种语言规则是共通的 在2000年初 乔姆斯基认为只有一条共通的规则 叫做地规 意思就是结构可以互相套用 比如这句话 一个句子套在一个句子中 然后又套在另一个句子中 或者这个句子 名词短语套着名词短语 再套着另一个名词短语 地规是普遍语法的最优规则 因为它有很多形式 然而在2005年 语言学家们发表了 他们关于一种亚马逊河流域语言的发现 它没有任何地规式的结构 再来看看乔姆斯基理论的另一部分 我们的语言规则是与生俱来的吗 当他初次提出普遍语法的时候 关于语言获取的能力部分 绝于基因的观点 产生了深远的革命性的影响 他挑战了主流的范式 即行为主义 行为学家们认为 所有生物的行为 包括语言 都是大脑后天习得的 而最初的大脑是一张白纸 而今 科学家们普遍赞成 行为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一观点 并认为语言学习背后 的确存在基因编码的生物机制 许多人认为语言背后的生物学 同时也负责认知的其他方面 所以 他们反对乔木斯基的想法 即大脑中有一种明确的 独立的与生俱来的语言机能 普遍语法理论促成了 许多从未被研究的语言 开始被记录 研究 它也让一个老旧的观点 被不断重新评估 甚至推翻 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大脑 腾出空间 通过这些视频不断拓宽您的思维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样 你永远不会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